運動一直以來就是維持健康的重要因素 而且透過色調的運動 可以來改善身體紀念 各自當區衛生所 一陣特別邀請到有氧教官 九行方老師 為高齡民眾入身設計一套 用求運動的有氧操 用儲備的教學方式 讓現場高齡民眾提供到 外長的落處 現場的氣氛相當老人 該自當區衛生所標誌 高齡化社會已經來臨 以去平均於體育會的定義 再來年會超過六十歲 為高齡 在世界衛生組織也支出 高齡運動本人會向他 比所要符合 心理和心理都不分 所以當區衛生所 這次特別設計用求 來作為運動工具 以輕鬆的方式 來讓年會 帶來老人做運動 比較不會造成運動傷害 更可以改變 自立 增加平衡感來輿航拔倒 在運動 事實上可以預防很多的 慢性疾病 心血管疾病 以及癌症的一個發生率 藉由這樣的一個球類的一個推廣 因為他不必選擇場地 不必選擇 這個取得也方便 然後在家裡隨時隨地都可以運動 可以達到讓我們的運動 能夠生活化 然後全家都可以一起運動的一個效果 健身房他們可能不太適合去了 在外面的話 在家裡面的話 那就可以隨手可得的球 讓他幫忙或者是毛巾 讓他去做一些比較簡單的肌肉訓練 該市當庫衛生所好有民眾 運動是一種生活形態 多當一分鐘就多換兩分鐘 在家為現在開始運動 沒有陷害 運動生活化 大家 做回來 聲音新聞上面 王秋山 該市蔡鳳報道